還不到九點的開賣時間 南投中療箱衛生所內 已經有不少人來排隊 他們都是要來搶快篩石器 拍第一位的大姐不到八點就來了 雖然她很幸運的買到了 但還是忍不住抱怨 因為中療箱這麼大 這波卻只有賣二十六盒 不到十五分鐘全部賣光 為什麼這麼大的鄉鎮內 一天只賣二十六盒的快篩石器 原來是因為鄉內唯一的健保藥局 沒來的幾和中央申請配發 導致中療箱成為南投唯一 沒有快篩的孤島 這一次的快篩石器 還是縣府緊急從衛生局的存貨 吊撥出來供應的 縣府預估最快要下週 中央吊配的快篩石器 才會到貨 到時預計每天會有七十八盒 而最近全臺搶快篩篩出來的陽性患者 也大量增加 為了加快處理速度 臺中在六間醫院內設立了快篩陽得來素 到了急診門口就先做分流 將快篩陽性者和一般的患者區隔 讓他們可以迅速地做PCR 以及後續的流程 病人不要進到醫院裡面去 那就可以得到這個 在腹壞的話就可以得到這個診療 而且還可以拿到藥物 師傅強調正在和其他的醫院洽談 增加地點讓快篩陽性的民眾 能夠盡速確定自己到底有沒有染疫 重要的是能夠和一般的患者區隔 避免交叉感染